诶 尚总 路线都打听清楚了 诶 尚总 诶 尚总 诶 我这个脑子就是导航 万一导航失灵了 还有雷达呢 雷达 雷达 就是嘴巴 不行下车问他 诶 这次无论如何 得完成黄三宝的心愿 让他老婆跟孩子认他 诶 尚总 诶 尚总 前面有个面馆 尚总是不吃一口的 诶 尚总 好 司机 掏边 来 走 洗胃这是 我们吃饭 里边请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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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走 你们这是什么罪拿手啊 我们这是面馆 当然最拿手的就是面子 好好好 那就来三碗面 好嘞 兰兰 给倒点水快点 你们是南方人啊 我我家江东的 那 那那小伙子好像是 南方人吧 他是我的男朋友 他是湖南人 湖南的跑到这儿来跟你开面馆 不容易啊 都是为了我呗 谢谢 好 三位慢用 好好好 不是 我 我没点菜啊 这两盆小菜呢 是送给你们的 因为你们第一次光临我们小店 希望你们以后还能多多光顾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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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来 几文慢用啊 好嘞 好嘞 来 尚总 来 陆管教 尚总啊 你还别说啊 这个小店服务意识还是蛮强的 顾客是上帝嘛 没事 没事 小两口感情还不错 喂 喂 哎 主任 我们马上到 好 回见 赶紧吃吧 好 知道了 怎么了 准备接人吧 又是人民男 好 上手 大手 上手 上手 怎么弄的 伤的比较重 还是自己弄的 自己弄的 自己弄的 叫什么名字 张林 张林 找到 告诉我 老实点 别动 别动 你带去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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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换给我 快求求你们 快点换给我 我告诉你老实点 快点换你们 别动 老实点 还给我 有了还给我 真是事实难料 前些日子想两口 这还恩恩爱爱的呢 现在却一阳两阁了 已经死了一个了 这个就不能再出事了 好吧 让小伟跟你一块负责张领吧 但是小伟这段 这思想感觉还没转过弯来 这小伙子有点个性 凡是有个性的人 都有点小脾气 好好培养十块财量 好 少伟 你放心吧 我一定带好的 那我去了 没事 没事 小两口感情还不错 你歇着吧 小伟啊 师父 这是张领 案子的具体情况 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上所的意思 把这个在押人 交给我们俩了 不要辜负上所 对你的期望 放心吧 师父 好 那我们去看看张领去 是 我要剥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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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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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管家叫你呢 是 我撞过了 我撞过了 张领 你还记得我报了 在你们那个兰里面馆 我要剥除了 我要杀了他们 我要剥除了 张领 你想干什么呀 把瓶子我要给我安了 把瓶子我要给我安了 把瓶子还给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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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王师父 有事吗 有点事 咱们这儿昨天 不是收监的一个叫张领 您有印象吗 昨天抬下来那位吧 对 是这样 咱们这儿有没有登记张琳的一个玻璃瓶子 那里面是什么呀 有 根据刑警和张琳自己说 那是他与被害人萧拉兰的孩子 孩子 反正张琳自己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就是一瓶普通的红药水 那王师傅 您看能不能这样 这个瓶子由我来替他保管 您叫萧伟吧 对 来了这么长时间 存忘事的规矩你还是不知道吗 在家人员的物品都是庆典封存的 除非用作证物 否则不能交由本人 只有等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 才可以亲自验收点青拿走 这样啊 行 谢谢您啊 王师傅 不用不用 再见 再见 上所 我想给您请示个事 什么事 这里有个瓶子放在存放室里 我想请您出面沟通一下 瓶子让我来保管 不行啊 咱们看守所有监规 任何个人物品不能随便动 我知道 就看能不能让我来保管 这个瓶子不会出任何问题 我也不会交给他的 这个瓶子对稳定张林情绪有用吗 我想应该很有用 我考虑考虑 好 谢谢上所 小蓝 你把大伙交到会议室 商量一下张林的事 是 都到齐了啊 到这儿刚接个电话来晚了 来 把大家找来啊 是想商量一下 张林现在的情况 看看怎么办 能怎么办 他一个杀人犯 死刑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我们多费点精力 把人看好了 别出事就行了 哼 话是这么说 他和被害人之间的怨恨 我觉得还是要解开 郭敏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一个杀人犯 铁定的死刑 解什么 解开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 如果让他带着仇恨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 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找办案的民警 和萧莱莱的父母 了解一下情况 还有针对性的工作 了解 了解什么情况 光明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是看守所 不是公安局 不负责办案 也不是医院 不负责心理治疗 根据目前张林的罪行 和侦办的情况来看 十有八九是死刑 那么为了一个要死的人 浪费人力物力精力 值得吗 值 一个人就是再食恶不赦 化解他们之间的仇恨 对双方都是百利而无遗憾 况且 我们管教 净化在押人员的心灵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同意上所的观点 我也同意 我和刘队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 去看看萧莱莱的父母 好 太好了 你们好好做做两个老人的工作 化解他们心中的仇恨 这对庭审顺利进行 是有好处的 不过他们一定恨死张林了 工作难度太大了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 那好吧 要去 你们就去吧 但是 别给我惹事 别耽误正常的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 收拾一下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